接下来要介绍这位名门之后 那可厉害了 先别说他 看看他爷爷的视频 看一看 有人说你这个人 是博学多才 广懒多读 天文地理 无一不小 风土人情 无一不知 了不起啊 好家伙 谁有这么大学问呢 说你就这样吗 我们有请相声大师 侯宝林先生的掌子掌孙 侯正 好 行了 你们这儿 你们大家都看看这个大师后裔啊 你们这儿太好玩了 大家都知道 侯宝林先生是我们的相声太斗 一代大师 家里边三位公子 侯耀忠 侯耀华 侯耀文三位 侯耀忠先生呢 是侯家的大公子 也就是侯振的父亲 由于这个大爷不从事这门艺术 所以呢 为外界所不知 我们郑重地介绍一下 现在是侯门三代 唯一说相声的 少侯爷 侯振 谢谢 小的时候你印象中 爷爷都经常干什么呀 经常 反正一个人的时候啊 就是自己沙发上一坐 有时候就跟就是串门的吧 礼物聊天啊 外屋肯定是不聊的 有人来了要需要聊天的必须是 礼物关上门聊天 说点什么见不得人的话 孩子们都外边爱玩什么玩什么 反正别人就不让进了 有时候就好打扑克 北京就要打百分 好打个扑克 我知道老爷子 因为这个对工作很认真负责 所以平时不愿意跟小孩们玩 对对对 他小时候一去就有一个 特别好的待遇来说一下 那就相当好了 就是在我那个年龄啊 我是这个七零后 我爷爷家啊 就是怎么说呢 当时的这个环境 就住房的环境啊 是比较好的 就是算是三居室吧 有客厅 最主要的是这个卫生间 原来像我小时候 我们都住平房 上厕所 胡同 口那上个锁去 人家这有卫生间 了不得了 但是最恐怖的 里边有一个浴缸 你们谁能想到 浴缸怎么就恐怖了 浴缸当时谁能想到这个 我们洗澡都是 大街泡澡堂子去 找我一去 我爷爷放水 放浴缸水 去里边游去吧 这大浴缸就给你预备的 对 我只要一去了 就怕我闹嘛 就浴缸里呆 就基本上都泡白了才出来 都泡孤囊了呢 放一圈啊 这个剧宣说小时候 爷爷吓唬你说 要给你装鸟笼子里 对 挺大一笼子 我一去了 我爷爷不老实 给你塞那笼子里去 一看傻了 那么小一门 我怎么出来 就是 你都没想怎么进去 当时没考虑啊 聊了半天了 好多人都说 这少侯爷到底演的怎么样 他在德云社 是一个很独特的相声艺人 对 于谦老师曾经说过 说他这个说相声 跟别人不一样 他从来不按常理出牌 对 但是他那个效果 也是别人不能比的 没错 平时他竟跟我儿子在一块 给郭麒麟捧根 深受其害 但其实呢 他也是能斗根的 你是谁儿子 这谁 还得我儿子 rider 随时 没错 对 他们不帆 很疯了 因个人